亚联一个巨额型的精英雄 虽然没上线几天 但是已经是飞班必选的成果了 残血了一个大招 一个一技能 瞬间火 有时候甚至还能带走一两个 不过只要是英雄就没有六变形 都会存在一些克制关系 今天给大家盘点五个比较克制亚联的英雄 第一位 芈月 三打不斗芈月不需任何人 只要把二技能拉到就是一副败子 实在打不过 大招还能跑 这是一副大后期的主材 从方都是同样的精神 开始还被打到先手 不过不放 直接连着二技能狂暴在一口 并且 他开大了我们也开 但他忽然都摸得到 忽然压着打 芈月身上三个技能 每个都比较克制亚联 就看政府 要被越了 先到二技能根本死 再来看一下传战的表现 依旧是他开大 咱们跟上 人队一进 同胞一开 都能卖我何人 全部拿下 第二位老夫 这个克制点不太一样 单打不够就继续投 不过老头大招可以困住 并且在大招的时间 压联就算开无法选中 也是走不掉的 这就是变相的教人 打他那时候 你给他控制 好也跑不掉 第三位 十一小满 这玩意后袭不好做 但前期觉得吊打压联 开局双一强先权 撑到二级就是个小退遍了 两号组合连招 三分之二绝乱甲 被消耗到了 也没啥 原地回去等技能 顺便摸鱼技能好了又是一个满状态 再两号一技能 十几打压 十几之后也是能打 稍微有点被移的使用 就是嘎嘎的 开一技能咱们就走 开二咱们就二将走 独打的就是一个骗技能 等他都没了 咱们再上去 十几打压联 第四位 貂蚕 这个在对抗路上不常见 但是对线能力真的行 凭建一手二级的无敌战 你看打什么呀 他贴上来咱们就拉位 一直保持了两个人头的省畏 他就拿了一点办法 打团业是同样的优秀 他多二技能就乱死了 最后一个张良 这东西是一个压制性的服务 在16%就是有较适合 可以把压人大招憋回去 实属 不过在正常的局 有点不太好看实践 太迹象了 但也算是克制了 毕竟张良一个大招困难 基本压连也就被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